主席 千呼萬喚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終於來到立法會 我想他本人都很期待 因為以口材了得見清的他 其實都不只是做處長 應該要做局長 坐你頭的位 老實說 今天先禮後兵 因為我相信這次都不會是我唯一一次跟你面臨的機會 事實上我想問 SB031在裡面涉及一些專門用途的物料 就是警察要買了一個裝備 3億加到6億多 我留意到處長曾經在區議會 讚賞過一位立法會議員 在現場進行一個疏離的工作的時候 疏到街坊離開 這個行為值得讚許 首先我多謝處長 應許議員在現場做監察的工作 因為我們認為最好的監察就是現場的監察 但處長我跟你說 在現場的監察我們看到 一些前線部份警員真的相當情緒失控 見記者蟑螂前蟑螂後 說一句不邁 兩句不適合就噴胡椒噴亡 對記者的硬噴 當大家說要尊重新聞自由的時間 我想說 在過去這麼多件事來說 我想問處長第一件事 在這個機會 你會不會值這個機會 向我們香港傳媒 在前線採訪 遭到警方的暴力對待的時間 作出道歉 請處長 下次再 多謝主席 首先就是在這些暴亂現場 大家看到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很多暴徒 用很多暴力的方法 去倒路 去掟汽油彈 我們警方其實非常尊重這個新聞的自由 但我們其實警方也有一個工作要做的 我們是要壓止這些暴力 首先我們是要壓止暴力的 由於我們和傳媒 可能是存在一個結構上 大家的工作的重點不同 我們是要執行法紀 我們要把犯法的人拘捕 我們是希望這些暴力 不要影響到市民 我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和傳媒道歉 請你容許我回答問題 我一直在回答這個問題 我傳媒的朋友 也有一個職責 是希望去到最近的地方去採訪 但是我們也是要防止 是有些人在傳媒後面 會用刀剑來同事的頸 這些全部發生過的 搶犯全部都發生過的 所以我認為 大家是各司其職 互相尊重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和傳媒的朋友 是不同的一些協會 是準備面見 以及也是和我們前線的同事 和記者的前線同事 希望大家面見 我時間有限 我只有三分鐘 我還有三十秒 曾經我寫了一封信給處長 處長的覆信給我 就說 行動符號是能夠找回 我想我們認為行動 失當的警員 根據機制去進行調查 在過去的時間 其實我默默都抄到 不少的行動符號 我想問處長 我們現在整理好 行動符號給你的話 分析之後 下一步你會做些什麼 我想就是 我們每一個行動符號 都是獨特的 是根據這個行動符號 可以找回相關的同事出來的 但是我想要看看 你的需求是什麼 如果你說作出投訴 當然可以 好的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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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